蜘蛛 休息是為了走更遠的路 不過 只要有豬八戒在場 休息就变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明天的路大家还有一起走吗 还会发生些什么事 会比在猪八戒附近睡着更艰难吗 决战风之谷 悟空 我们该上路了 呃 师父 该上路了 呃 该上路了 乖 小乖乖 嗯 那蝉杖真的这么好玩吗 我小时候连个树枝都可以玩大半天啊 那是因为你比儿子笨得多呀 嗯 还不快把残杖拿回来 否则以后少在儿子面前说自己是什么威风的牛魔王 改名叫牛窝囊算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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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盘不是一样的吗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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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崗大王才不饶你 corridors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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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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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猢獺 呃 呃 呃 小鬼 敢在这里捣乱 好漂亮的女孩 你是谁呀 我的牙齿好 我的身体棒 我是迷人的偶像 猪斑 这 来吧大飞猪 天女大花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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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够换鱼虾钱了吧 太够了 还有多呢 多的就给他吧 以后不准再卖鱼虾了 行行行 我们立刻转型 改作野味酒驾 八戒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老大 这些人不减的呢 你搞错方向了 怎么叫了半天才点菜啊 刚才去看表演了 对不起 对不起啊 你这儿有什么特色鱼虾呀 哦 我们已经转型改作野味儿了 我们这儿有烤鸭 红烧野兔 清蒸田鼠 炖狗肉 虎肉丸 你炸我 炖它 烤它 红烧它 清蒸它 你不吓活了啦 你干嘛呀 这个人你见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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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我们有缘又见面了 是啊 你们见过这个人吗 呃 呃 呃 有啊 真的吗 他在哪里 呃 不就是你吗 呃 呃 呃 喂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小龙妹 他是我的双胞胎哥哥 龙王三太子 龙王三太子 我哥哥失踪了 我为你难过 呃 你看 连马都为你难过 后会有期了 我要继续找哥哥去了 呃 这马中间怎么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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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你也想帮助他找哥哥 哦 原来是匹有善心的马 你没有善心 你不愿意帮他找哥哥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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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帮忙就算了 不必这么激动吧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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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跟大师兄斗剑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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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龙王三太子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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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那么多小妹妹 呃 你是说哪一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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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八戒大汉并不是很大声 是非常大声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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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前曾经在龙宫大战一只妖猴 对吧 呃 呃 呃 不过 你哥哥现在 他怎么了 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我怎样才能找到他 他还好吗 你哥哥现在变成了一匹马 变不回原形了 怎么会这样 那怎么办 放心吧 往昔五百里有座牛头山 山里有仙人 可以帮你哥哥恢复原形 不过 得有唐僧的缠障来配合才行 唐僧的缠障 呃 对呀 金狗 大一点 施主 频道有急事先走了 啊 你找到那和尚 就带他来牛头山吧 道长 你还没说清楚呢 嗯 终于找到你了 又是你们啊 我们找到你哥哥了 我们找到你哥哥了 真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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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我哥哥 嗯 嗯 他的确长得有点像龙 好 如果你是我哥哥 那你一定知道我最喜欢什么颜色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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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什么 嗯 嗯 嗯 如果你真是我哥哥 那你说 最能逗我笑的 是你说的哪一个笑话 哎呀 就是每次我说你讲的笑话不好笑 你气得倒在地上的样子 最能逗我发笑 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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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回事 女施主 详情我也不知 不過 只要跟我们一起到西天 佛祖一定可以帮他回复原型的 刚才我碰到一位道长 他说只要拿到唐僧的禅杖 我就是唐僧啊 这就是禅杖啊 真的 那太好了 啊 请你陪我去牛头山 山里有仙人可以帮三哥恢复原型 牛头山 那我们赶紧去吧 那我们赶紧去吧 阿弥陀佛 师父 我觉得其中有诈 我也觉得 但是 既然知道有人要陷害我们 不如去看清楚是什么人 把问题解决掉 我们去开导那个敌人 把他变成我们的朋友 出发吧 大和尚 往西走啊 小乖乖 别哭了 你出生才一年 哭了差不多有大半年了 善善 回娘子 我不想整天看着一个没用的丈夫 善善 多给我一点时间 我正在部署计划 很快就会拿到禅杖了 我已经经过十万遍了 念在儿子的份上吧 你看他哭着不想走呢 小乖乖乖乖 马带你到天厅游乐园去玩 善善 我心意已决 你别再拉着我了 我没拉着你啊 老婆要走 你居然连拉都不拉 善善 你什么时候得到禅杖 就什么时候到天宫来找我们胡子脸 大王 唐僧师徒已经被我们引进全套了 引进全套了 引进全套了 太好了 大王 他们挺厉害的 我们需要高手相助啊 嗯 我家里有点事 派谁去帮你们好的 嗯 大王 高手来了 就是我 我去帮你把成长夺回吧 你是谁啊 说话这么没礼貌 张嘴就乱吹风 大王 他叫黄蜂怪 是新来的妖怪 听说能吹出十二级台风 我看你是吹牛吧 要不 我表演一下 林天天 不用吹了 好 你真的没吹牛 锋利跟我夫人的铁扇差不多 但就是有一股臭味 对不起啊 我今天没有刷牙 今天起 你就别再刷牙了 把宋空他们臭死吧 小混混 你带黄蜂怪 去把禅杖掐回来吧 师弟 你没事吧 没事 只不过陷进沙地里了 白龙马在跟他妹妹说什么 白龙马问他妹妹要不要吃草 因为他觉得很好吃 亮炎 復天 悟空救命啊 その 那 沒有 那 99 砂 你要 不用 师兄 救命吧 八戒 师弟 我先把师父他妈弄好 再来救你们 那师兄 你放心 我来照顾二师兄 悟空 你快去救八戒和悟静吧 是 师父 要好 我们已经到好多时了 就是你这个小混混 我不是小混混 我是大妖怪 我们是小妖怪 我是大反派 我们是小妖怪 没有我们的存在 好人怎么会比人厉害 我们是高尚的 为大胜 万万一员 你不就是那个假算命的 活得不耐烦了 竟敢欺骗本公主 哟哗 啊 啊 啊 喂 准备抢呈 啊 tens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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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功 这禅战好像有定风的作用 接着 师父 传杖到手了 大王 堂堂蜘蛛没有传杖啊 什么 堂僧步都随身带着传杖的吧 雕头 我猫怎么打架不了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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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 嗯 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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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差点害死我两个师弟 你知道吗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 等等 你说话的时候 可以不可以轻点 我叫黄蜂怪 为什么要做妖怪 我一出声 张嘴就能吹出一股很大的风 所以人们都把我当成妖怪 没有人跟我玩 没有人理我 我只好四处流浪 反正大家都说我是妖怪 那我就做妖怪吧 其实 你也可以很受欢迎的 嗯 从来都没有见过磨的这么好的面粉呐 我们该去救师傅了 师兄 看我们谁跑得快 有意思 居然敢跟我比 孙悟空和金狗云虽然可以一个斤头飞十万八千里 但是唯一能找到师傅的线索 就只有混世魔王逃走的时候所留下的马蹄印和车轮印 师兄弟三人没有想到 其实 前面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厉害的劲敌在等着他们 威风吧 你们完蛋了 牛王洞快到了 妖怪先生 你赶路归赶路可别超速啊 悲嘴 我大反派从不讨价还价 呃 对不起 大和尚 是我害了你 你也是为了救你哥哥呀 你不怪我吗 怎么会 这是上天给我们的考验呐 我哥哥变白马也是考验 当然呐 往好的方面想 你跟你哥哥的感情不是比以前更好了吗 嗯 你跟你哥哥一起被抓 不是比你们分开被抓还要幸运得多吗 嗯 那你呢 我陪你们一起被抓也算是有个二 那我呢 你就很孤独呀 没有人关心你 呃 我好可怜呐 呃 我是威风的大反派 呃 怎么了 师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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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师父 我来救你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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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马车 怎么找啊 干嘛 你再打我哥哥 我都不放过你 我是大反派啊 哪有反派不做坏事的 话不是这么说呀 浑士先生 你绑架我们本来就不对了 而且还虐待动物 好了 那不然你们要怎么样 放了我们 那怎么行 没抢到禅杖至少要抓到你们的 才能向牛魔王交差啊 对呀 他也有苦衷 其实 但是不能打人啊 是啊 什么事情都可以好好商量 不应该 不赶快回去 我会打打没的 真可怜 等一下我会替你跟那牛魔王讲道理 请他放过你 因为 谢谢你啊 不用你替我求情 你干嘛这么没礼貌 对呀 原来都应该有礼貌 就算 好烦呀 我怕了你们 那你们想怎样 现在是赶路啊 不是散步啊 你要我们再跟你讲大道理吗 好好好 慢慢谈 慢慢走 哥 要不是我上了他的道 你就不会这么惨了 笑比哭好 笑不会浪费眼泪 有你在身边 好像一切的不快乐都能化解 这叫做平常心啊 平常心就是 你可以当我们的师父吗 只要你喜欢 师父啊 好徒儿 好徒儿 放心吧 只要悟空找到我们 我们就可以继续上路 到了西天之后 如来佛祖就会解救你哥哥的 他会跟踪马蹄印和车轮印追来的 不可能追来的 为什么 大王 我们照您的指示 严慕制造了很多家庭 孙悟空再聪明也找不到我们了 等一下 你们趟着家庭印 拿着甲马车回来干嘛 九位大王 有什么问题吗 他们不管是哪一条路线 都可以找到我们的 快逃啊 尸兄 怎么办呢 不如我们解散哥子回家吧 还乱说 这样吧 我们分头去找 谁先找到师父就向天发射讯号弹 这些大石刀可真够怪 没问题 师父 我们快逃吧 好啊 如果我跑得动的话 找到师父了 师兄 我找到师父了 我也找到师父了 不过师兄 你下次放续号弹的时候 可不可以先看看上面 有没有人呢 师兄 有什么发现吗 根据我的判断 师父必定是在这儿 给人捉去啦 真厉害 这么简单也给你想到 你又有什么复杂的想法呀 不用想 我已经看到了 师父 师父 小龙妹 来啦 来啦 一点都难呐 师父 我们已经把石头怪打垮啦 我来救你啊 我来救他 露出马脚是什么意思 这就叫做露出马脚了 教主谗战 放你师父 别想 进攻 马脚哥哥 你怎么不帮忙 我在这里等机会偷袭他呀 武功 别人再打了 把蝉杖给他吧 我不甘心啊 师兄 快听师父说话 闭嘴 不会吧 武功 我命令你立刻把蝉杖交给这个食妖 免得你们再受伤害 牛 队上 跟过来 你说过我给你缠罩 你就放我师父 妖怪说的话你也信吗 他不跟我去 谁教我用这根充满法力的缠罩 师父 你们敢跟来 我就把他杀了 武功哥哥 想喝点水吧 我一定可以想出 破解石头人的方法 不用想了 那个石头巨人 根本打不死的 我们还是快点解散 各自回家吧 混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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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顾我们的生死 坚持下去你才是混账 那个石头人是不会痛的 我们怎么打得过他 我一定要找到他的死穴 我也希望找到你的死穴 武功哥哥 冷静点 谁啊 你是谁啊 我是这里的土地公公啊 土地公公 你是负责守护地方的神 怎么不管好那个石头巨人 不管好他 我都准备此之母干了 他实在实在太可怕了 这些巨石为什么会这么厉害 一个月前的某一天 一颗闪亮的陨石从天而降 砸进了巨石堆 他们从此就有了神秘的力量 变成无敌石金刚了 闪亮的陨石 是啊 他们可能就藏在其中的一块巨石里 只要能找到这块巨石 我们不就可以打败那个石头人了 我们怎样可以找出这一块巨石呢 放弃吧 它身上这么多一样的巨石 打下它 它有虫组 根本就没有办法吧 呃 对不起 我脑筋不灵 我真的想不出办法 连我怎么聪明都想不到 因为根本就没有办法 我有办法 我们先去找颜料 各色各样的颜料 荒山野岭的 哪里去找颜料嘛 我真的不知道这馋障有什么法力 只知道它反而为我带来不少烦恼 例如呢 小蚊子 小蚊子 可以别钉那么大口吗 哦 除了招惹蚊子之外 天气恶劣的时候烦恼更大 我是石头 不怕蚊子 我也不怕电机 你既然什么都不怕 那就更不需要这根馋障了 因为它根本没有什么法力 我不信 再不说出真相 我就松手 我从来不说假话 我告诉你 抢劫别人东西不但是不对的 还会替你带来更多烦恼 甚至灾难 打死它 你的烦恼来了 快说馋障是怎样施展法力 否则你以后就没得烦恼了 我可说的说完了 阿弥陀佛 那就再见吧 金箍棒可以用来当雨伞吗 如果你会用的话 金箍棒是可以用来当雨伞的 悟空 徒弟来迟半步 令师父受惊 总比你来迟一步要好 我一起解决你们试图吧 我来自三山 我来自五岳 快挑出那个发光的宝物 否则我们不放过你 好 你本事就来拿吧 听着我打碎它身上那块石头 你们就像石头碎片破颜亮 直到找出那块藏着闪光影石的石块为止 进攻 我们上 战 加油啊 我们就快成功了 哦 哦 加油啊 哦 火飞上天也不帮我们 哈哈哈哈 撤住火焰 我有办法 金狗 载我上天空 哦 嗯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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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要借彩虹一哟 没问题 但是油漆味干哦 梅干更好 我回来啦 backlash 拉账 教你来啊 快 来 alyst 闪光掩饰一定藏在那里 小龙妹 一棒把你消灭 悟空留守 师父 何必赶尽杀绝 就算没有法力 我也不会把它交出来的 不是你的永远不是你的 你到底要这缠掌干嘛 从前这里是一片乐土 后来数目全被砍光了 所有的人都搬走了 只剩下我们一堆乱石 非常孤独 我希望靠他的无上乏力 吸引村民回来 你这么做 只会吸引四方坏人来抢你 咦 哦 他必有上痞 愿 阿 其实你们一定可以靠自己把村民吸引回来 好 梦想 谢谢你们帮石头长找回欢乐 我们该上路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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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